这头大象竟然半跪在地上 用它的大脑袋蹭着身边的人 开心地摇着头 这头大象怎么会如此信任这个人呢 发生了什么 阿里是一头可爱的46岁大象 两年前它一直和饲养员住在一起 张永诚虽然已经是64岁的爷爷 但他一直是一头可爱的46岁大象 但他的身体依然健康 始终有一颗童心 善良 天真 张永胜和阿里在动物园度过了40年的幸福岁月 阿里五岁的时候 还是一头毫无头绪的小象 每天 他只知道跟着象群一起出群觅食 和他们一起生活 他没有后顾之忧 但好景不长 一天 象群在野外觅食时 遇到了一群可恶的偷猎者 象群顿时遭灾四散 小象阿里和他的妈妈不幸被这群偷猎者抓走了 他们没想到这群没心没肺的偷猎者会把象牙从母象身上取下来 他们还打算通过走私的方式 将小象阿里卖给一些特殊的买家 这段时间 他们四五天只给阿里喂一次 可怜的小阿里几乎受骨铃巡 加上身上的伤 小阿里已经奄奄一息了 好在正义虽然迟到了 但还是来了 人们找到了在这小阿里的卡车 将几乎只剩一口气的他救了出来 并送往当地动物园就职 巧合的是 这个动物园就是张永胜工作的动物园 更巧的是 负责照顾小阿里的正是张永胜 张永胜还是个年轻气盛的人 哪怕是见惯了偷猎事件的他 看到小阿里 也忍不住留下了震惊的泪水 小阿里的状态太夸张了 长期营养不良 让小阿里瘦得很瘦 小小的身子上布满了伤痕 心疼小阿里的张永胜 接手了小小阿里的饲养员工作 尽管如此 这项工作一开始并不容易 因为小阿里目睹并经历了如此糟糕的事情 一整天都被恐惧的情绪所笼罩 不敢靠近任何东西 尤其是人类 包括守门员张永成 让他很为难 他不知道如何快速地靠近小巷 这样阿里才不会害怕与人类接触 终于 张永胜干脆什么都不想做了 他决定用时间和陪伴来治愈小阿里的身心创伤 张永胜每天早早地来看帽小巷 带着阿里最喜欢的香蕉 试图和他互动 直到深夜 他才回家 有时 他甚至会直接睡在阿里旁边 因为太晚了 他太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阿里终于被张永胜感动了 是这个像父亲一样疼爱他 呵护他的年轻人 才开始用他小小的橡皮触碰张永胜 张永胜也因为小巷的变化而高兴 他对小阿里的照顾越来越细心 永静是阿里接触的第一个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通过他慷慨的爱 这位孜孜不倦的动物爱好着在阿里的灵魂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就这样 这对与众不同的父子在动物园里幸福地生活了四十年 因为张永胜已经六十多岁退休了 阿里也长成了一头高大的成年大象 张永胜虽然不幸离开了阿里 但也无能为力 分手时张永胜含泪打了大象阿里 阿里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流泪 也不明白爸爸的离开是永久的 他只是用修长的躯干抚摸着张永胜苍老的脸庞 张永胜离开两年后 阿里的情绪也开始一天比一天低落 与退役一样张永胜也为阿里担心 他决定回来看望阿里 两年太长了 张永胜不确定 他也不知道阿里还能不能认出他来 两年后阿里再次见到了他的人类父亲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第一眼就认出了他 阿里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 毫不掩饰地高兴 长长的鼻子来回活动着 张永胜也很激动 他立刻跑到阿里身边 阿里半跪在他面前 父子俩激动而温柔地抚摸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 张永胜拿了一根长长的软管给阿里洗澡 阿里也很配合他们一如既往地相处 就好像从未分开过一样 接下来故事的主人公德里克汤普森 也和阿里张永胜一样 和小象卡姆有着同样美好的邂逅 在泰国某旅游圣地 当地居民圈养了十九头大象 居民们用粗铁链牢牢地绑住大象的脖子和腿 不管他们的意愿和安全如何 他们通常将大象关在黑暗的房间里 只有当游客们想要拍照或者靠近大象的时候 他们才会让大象出去一小会儿 如果大象表现出反抗的迹象 居民就会用铁棍惩罚他们 大象真的很可怜 他们的脖子和腿都被锁链勒死了 幸运的是 德里克汤普森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找到了十九头受难的大象 德里克救了他们 把他们带回来 并把他们安置在他工作的动物保护区 护救的大象非常人性化 知道德里克救了他们和他们的伙伴 他们都信任德里克 差点把他当成象群的一员 尤其是其中一只名叫卡姆的小象 与德里克的关系最好 最信任他 也最依赖他 一天 德里克在河里和大象满耍 突然 德里克想和象群满一个关于信任的游戏 于是 本来还好好的德里克 突然在水里挣扎起来 一副要淹死的样子 他的表情非常痛苦 他被打斗的水花包围 就在这时 兽群中一道矮小的身影率先冲了上去 是小象卡姆率先采取了行动 卡姆以为德里克快要淹死了 连忙带着小小的树干轻轻而有力地卷起 游到德里克所在的位置 德里克帮助他轻松上岸 在确定德里克安全之前 他没有松开他的鼻子 实在太棒了 动物接受我们并喜欢我们的缺点和优点 无论发生什么 他们都对我们忠诚和感激 他们不会为了利益找我们 也不会在我们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排挤我们 当我们遇到危险时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他们的陪伴和爱是无条件的 所以即使我们让他们失望 他们也不会离开 大象阿里和卡姆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例子 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只要我们付出了真心去对待他们 他们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真心 虽然他们不会讲话 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谁对他好 对他不好 所以想要获得动物的友善 我们也要付出同等的友善 这头大象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写照 他能和饲养员的感情这么好 并且维持了这么长时间 都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付出 人类或许是可怕的食肉动物 但很多时候 动物也需要人类的帮助 人类也会表现出善意 反过来 很多时候人类也会得到动物的帮助和回报 人与动物之间的羁绊是存在的 而这种无需言语表达的信任 或许就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好的羁绊 地球不仅是人类的家园 也是动物的家园 所以 人类应该关爱动物 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